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作为一个社畜来说肯定会降节 但是呢就是喜欢的就是还是很喜欢就是控制不住有购买欲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二手的特别好 主要是这边货多吧 所以说吸引我的就是货多 然后没有人来跟我跟在我后面 所以说喜欢的就直接会拿下 就是对物欲的那个降低了 我觉得就是你能够穿睡衣在家三个月的情况下 好像现在我有时候出门就是一个十块钱的帆布包酒这样出来了 就觉得好像都可以简化 经济放缓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确实是有一些好的这个促进作用的 我可以说 一方面是在在供给团在在consigner的那边 因为经济放缓了 他们能够想到说 why not 我把家里的闲置的这个luxury的 goods拿出来去售卖 经济下滑了 他们寻求更好的更高的性价比购买的方式 所以他们会去找什么样的商品的性价比更高 他们发现二手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就是是什么 我现在也看来说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好的 在压力上的地盘 在中国还未来的市场 都应该要鼓动 如果是品购买或新的旅货 我只是觉得到发生的 中文竞争生 可能是每个中文章 都没有在买新的旅货 Florida 在这些产生的情况下 在这种元素上 产生在章北的口袋 感谢观看